我是Ian,我們是GiniVisaMe的團隊 接下來想要跟大家報告一下目前有了什麼東西 目前總酬組確定 目前總酬組確定的資訊是 時間和地點確定會在5月4號到5月5號 2024年5月4號跟5月5號6日兩天 在中研院委員會是委管三樓 目前會已經有中研院法律所的資訊法同學協辦 目前在議程上來講會討論是否進一步合作 Keynote Speaker的討論也需要繼續 之前討論紀錄就是 我是PM5 我直接把他進度的連貼過來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看供筆 還有看Hordcon Slide上面 他其實都有Keynote Speaker的紀錄 Keynote Speaker目前有一個推薦人選 不過歡迎大家就持續推薦 目前議程組這邊已經架設好 2024年SAMI年會的CFP的表單 我們今天會針對表單的內容做英文翻譯 還有相關的內容調整 我們每個週二晚上也都會有利益 所以就歡迎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都可以錄過加入 媒體組夥伴已經有身高有產的設計筆記 然後宣傳組也是每個週五的晚上9點到10點是會有他的例會的 然後財務組的話這邊已經有了初步的筆記記錄 然後網站組這邊也已經有這一滴了 好 那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的SAMI今年要規劃一個比較新的東西 是社群軌 然後目前社群軌是有大概這八個主題 包含AI時代下的數位公民教育 公民科技與居住正義 數位民法 AI時代下的資訊挑戰 社群治理 v3 然後公司協力跟學生的社群參與者 這八個主題 那目前已經有三個主題確定參戰了 就是公民科技與居住正義 感謝rentia 然後他的夥伴 然後AS代下的資訊挑戰 感謝cofax的夥伴 然後還有web3的參加 然後感謝道雲的夥伴 謝謝大家 對 然後我們目前來持續招募一層軌的 一層軌的相關成員 有三個成員 可能需要三個成員 包含開會記錄、監管器 然後Keynote的speaker的追蹤聯繫 社群軌的追蹤聯繫等等 然後SAMI的宣傳主委 當然在招募媒體設計跟社群 然後網站設計跟工程招募當中 就是包含說 有相關的工作如下 大家可以參照一下 好 然後資料整理的工程也在招募當中 包含說整理SAMI過往的資料 然後還有就是相關的opencode投稿系統開發等等 好 那如果大家如果可以的話 可以加入一層組 媒體組合起來準備就更棒了 歡迎大家加入一起討論 然後共筆連結放在這邊 然後聯繫方式的話 可以放在snap2 snapchannel這邊 SAMI2024 Bootstrap裡面來找相關的資訊 好 謝謝大家